今天的主持人 還有我們這位學妹 各位劫持的 來賓 貴賓 大家好 我前天突然接到電話 就叫我今天來 講錯了 不曉得 所以想來想去 講的東西是很多 就是不曉得從哪裡講起 我昨天報到又有進去 張先生 他剛剛有那個 中風 受傷 外傷 走路不行 手腳不方便 坐到那個 路口裡面 只會走路 很好 目前這個機器在台灣 只有一步 只有一步 很貴 大家看一看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一下 來討論 謝謝 辛苦了 來 介紹一下 他太太很有名 我們在會會港 放出去了 國際外交 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跟各位介紹 還有什麼 威斯西蘭的 這個 國馬的 那基本上 他其實最主要 最主要針對的是一些 有關於就是說 中風 還有一些 脊椎損傷 然後 打外傷 還有一些 多關節硬化症 還有一些 或者就是說 年輕很大的一些 有關於他的 一些其他 那當然大家知道就是說 在中風復健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 所謂的 肥肚的防護器 那因為 在 在防護器的過程當中 因為 其實病人 他整個移動 比較比較不棒 不方便 所以我們需要利用很多 很多的人力 物力去做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 知道一些事情 一個人 如果能夠訓練 非常量多的時候 他就可以增加 他的身體 很多性 也就是說 病人在一個 機器人的中心之下 就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復原 那如果說現在目前 一般 在醫院裡面現在目前 復健科 或者是康復科裡面 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說用人工去做 那人工去做 大概有幾個 有幾個問題 需要去解決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需要兩個人 去移動這個病人的想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兩個 兩個治療師 都很沒辦法投入 所以病人學習的時間 需要很長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說 我們花兩個人的治療師 然後去做 然後搬病人的腳 搬個大概五分鐘之後 因為設施太累了 所以說 通常治療師 我們做完之後 做兩個病人的治療師 就這個病人 這治療師 一整天就沒辦法的措施 所以我們等一下 在這個 整個訓練的過程 跟整個訓練的方式 還有 病人他在訓練 過程的效果 有一個病患 那當然就是說 一個脊椎損傷剛發生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很困難 那後面這個治療師 可能就只能慢慢這樣幫助他走路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雖然就是說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 脊椎損傷的病患 但是就是說他現在 在第一個stage的時候 他做動作的過程當中會這樣不這樣會 那這一個 有關於機器人的治療 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 一個外化的一個 外化一個機器人的裝置 那當然就是說 不管是中風或脊椎損傷 然後甚至就是說 腦性麻痺的小朋友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像是腦外傷 然後多關節硬化等等 各方面的患者 都可以直接放在這個機器上面走路 那各位看到這個機器人可以 在初級的時候 他可以被動的幫他做腿部的移動 那我們希望透過非常非常多次的訓練 為什麼會說一個非常非常多次的訓練 就是說如果我們相較於 就是說用人工去做的話 我可能在30分鐘 可能只能讓這個患者 只能走大概100步左右而已 那如果說使用這個機器人的系統 我們就可以讓患者在30分鐘之內 大概走大概1000公尺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整個訓練量會非常非常大 透過非常固定的方式 還有非常強大的這個劑量給他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增加他神經的可塑性 那可以透過這個訓練系統 持其他神經的通道 然後當然能夠去做一些神經性的訓練 那這時候就是說就可以得到 因為訓練的次數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的治療效果就會來得非常非常好 那一般來說在急性期的 就急性期一開始就是說穩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病人放在這上面去做治療 那通常在一個月到兩個月 都會有一個還不錯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急性症的病人 在這經過12週的Locomate的治療之後 他就可以大概做取個拐杖 然後就可以做這個重量子的行動 然後14週大概可以做這種類型的行動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就以老人成績照顧 或者是病人照顧的觀點來講的話 能夠行走讓他能夠生活自主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當然就是說 人躺著跟能夠坐著跟站著 其實對人的意義其實不太一樣了 所以能夠讓他站著然後可以自所用管上行走 甚至就是說他可以走到 跟一般人看不出他是本事狀風的樣子 其實對所有人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當然第二個案例是 這個是脊椎損傷的一個案例 那當然就是說這是一個 實際上這另外一個案例就是說 這個是在國外一個中風的人的行動訓練一個狀態 那大家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這樣子把人綁上去 當然機器可以帶著他走 那最主要是希望病人能夠主動的自己去走 那當然訓練次數越多的話 他走的就跟小朋友學走路一樣 其實他走的次數越多的話 他走的狀況會越漂亮 那經過大概四周到四周或八周之後 他大概就可以走到這種類型程度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在中風的初期的時候 如果說能夠大量的能夠使用這種機器人的治療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期待就是說 如果在國外的話就是說前兩個月能夠對這種治療 之後再發展到一般的物理治療 那基本上會對病人的癒後會來的比較效率 而且會來的比較好 那瓜瓜就到這邊接觸 謝謝各位 謝謝理事 教委員 教先生 我剛剛就在想說 你健保的錢應該可以越來越減少 要不然台灣的經濟實在都要怎麼辦 因為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錢都拿去吃藥 然後吃藥的時間又越來越長 或者是這些照顧的人 他沒辦法主動的走路 那個成本一高了 投資在我們下一代的教育的國家的預算 可能就要減少 這其實是我覺得可能很刺激的一件事情 那我剛剛就在想說 畢竟我是從教育課出來 我就在想 剛剛那個病人在做練習的時候 如果前面有一台電子給他拍 要不要走得更快一點 有 因為我們那個前面有一個心靈實距 那你在走的時候 他上面裡面有山坡 有樹林 有路有動物什麼的 然後你走的時候 你要病人在恢復期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避開他 所以他才會訓練他左邊右邊走路 就跟正常人走路一樣 你不會躺在路頭的時候 你躺到樹林的時候 你可能要轉彎 那個都有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 因為今天時間很短 所以沒有辦法來放海多配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公司有提供那個裝備 好 謝謝 我很會幫人家宣傳 下一位呢 我們就請今天的主人 我們的秦立立金董事長 他在美國擔任美國中國社區大學的董事 長庚健康中心的董事 結論會的會長 還有在台灣有中華美國軍警公教退休人員 連紅的總監 現在現任台灣立方國際資產管理 郭文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他從韓國大學畢業之後 還得到了美國 阿爾漢伯瓦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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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的校友 張市長 我阿姨就住他們的校友 那Mountry Park的舊室 或者小台北 他都得到三個市長的 班政的捷出公民 我們現在就請 我不知道馬東東 什麼時候班政的捷出公民 洪庆北國的建築公民 請立立請董事長 來幫我介紹他要做的宏大的事業 謝謝 第一個 我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能夠郭榮來參加 非常非常感謝 那個呢 今天最主要的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台灣的老人商機 已經來到 那馬英九政府呢 要在十年內花一百億 再做老人長照 那蔡英文女士呢 也在四年內花四百億 做老人長照 那因為呢 我們家是在美國開養老院 還有社區大學 那是加州最大的一家 養老院 那因為呢 長照方面呢 美國是比台灣早 大概二十年 所以呢 臺灣這個長照呢 是當起步 那 清文達署長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長根健康中心 我們 我們在太多了 這是 這是 我們的 美國長根健康中心 那目前是加州最大的一家 它有五百個老人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的員工大概有五十個 裡面有醫師 職能治療師 還有復健師 然後 你知道美國醫師 他的那個薪水 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一個月薪水大概就八十萬 最低 最低是八十萬 然後那個 護士一個月薪水 有RN執照的 大概一個月就十七萬台幣 所以 所以呢 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 但是呢 我們臺灣的老人長照呢 是 往 美國的方向學習 所以呢 這次 清文達署長 他有 特別聘我在 台北醫學院教書 專門教老人長照 這個科系 因為 老人長照在臺灣呢 是算做 剛起 剛萌芽 然後剛起步 那現在 前幾天 我有打電話到 三級總醫院 跟國防 國防治學院 還有 國防醫院 他們 每一個都已經開 老人長照中心 開 婦幼之家 婦女之家 每一個都在開 但是 硬體一大堆 沒有軟體人才 也沒有 那個 真正懂 長照的人才 很少 很少 那 所以 那個 署長 就會拿署長 就告訴我 就解密書告訴我 那你乾脆 來培養一大堆人才 培養兩萬個人才 那就可以得到 臺灣的特殊醫療貢獻獎 我們是覺得 今天很高興 有緣跟大家都在一起 那我們 大家一起來 努力 為臺灣的 醫界 尤其是長照方面 都能夠做 一起的大大的服務 然後呢 將臺灣的老人長照 整個的水準 快速的 往上提升 快速的 跟國際接會 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我們怎麼樣來培育這個人才 現在這個人才怎麼樣做最短時間內的培訓這樣的人才 我稍微介紹一下 王子有沒有過來 他來放一下 這是